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在伊斯兰教义中 穆斯林是不能纹身的 而近日正值斋戒月 穆斯林会在这段时间反省自己的过错 而纹身就是其中一种 印尼政府特别举行免费去除纹身的活动 让经济状况较不好或是找不到适合地方去除纹身的穆斯林 也有机会净化身心 雅加达省政府大厅挤满要去除纹身的民众 雷射机器所发出的声音 交杂人们痛苦的表情 而户外还有数十人在排队 等候医师检查 判断身体无恙后 再依序让工作人员去除纹身 根据伊斯兰教义 穆斯林是不能纹身的 这是因为纹身会伤害皮肤 另外也会阻隔沐浴水流入皮肤 在伊尼社会呢 普遍也对于刺青 纹身 抱持着负面看法 因为伊尼国家救济机构 每年在摘尖月之中 因为伊尼国家救济机构 每年在摘尖月之中 因为伊尼国家救济机构 每年在摘尖月这个神圣月份 都会举行去除纹身的活动 借此让想要变更好的穆斯林 有机会去除纹身 负责人表示 一直以来纹身者随着年龄增长 有了孩子 家庭 纹身变成负担 而当他们想去除纹身时 却找不到适当的地方 虽然印尼的穆斯林大多属温和派 但印尼社会普遍对纹身者没有好感 伊尼国家救济机构强调 免费去除纹身的活动 可以让较贫穷的人也有机会去除纹身 借此让穆斯林得以告别过错 庄社记者李宗宪 雅加达报道 镜头来到同样在过斋戒月的埃及 尽管受到通货膨胀冲击 埃及民众采买力道大减 但是街上仍有不少穆斯林 通过独特的装扮和表演 红驼斋戒月洁情氛围 画面上这位把自己和骆驼 披上LED装扮的几股人 就是其中之一 漫步在埃及开罗的大街上 40岁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身皮粉紫色LED灯串 一身闪闪发亮 就连骑程的骆驼 也装上金黄色的炫目LED 沿途几股被送割咬 孩子们也聚集凑信互动 笑开怀 吸金指数百分百 携伊斯兰教的年度盛世摘戒月 埃哈迈德因寻穆斯林几股换成人的传统 骑着骆驼来到街上展演 他的父亲过去也曾是一名鼓手 四年前去世后 埃哈迈德便接下父亲的棒子 走上了节庆表演之路 但有别于传统的几股人 埃哈迈德不仅让坐骑骆驼 披上五颜六色的亮片和彩球 跟连头自己从头到脚 都穿上了闪烁抢眼的表衣低灯 才踏上街头便受到热情关注 也为一年一度的摘戒月增添欢乐气氛 穆斯林信守的摘戒月 主要的规范是从每天的日出 晨礼到日落之间 需戒除任何的食物和饮料 在摘戒开始前 清晨会有一餐称之为风宅饭 这时间街上往往会有人打鼓提醒 类似艾哈迈德一般 摘戒的用意是希望透过限制 食色信也的生理活动 来洁净自己的身体 克制物质享乐 也享受精神觉悟 中央社综合报道 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美国白宫举办一年一度的滚彩蛋活动 吸引4万民众共享盛举 总统拜登抗力 亲切的招呼民众 与小孩互动零距离 白宫外装饰缤纷 还有知名卡通玩偶 与小朋友互动合影 美国白宫举办一年一度盛大的复活节活动 总统拜登抗力伴随着白宫复活节兔一同现身 亲切的与民众打招呼 尽管天空飘着绵绵细雨 仍有四万名民众齐聚一堂 共享盛举 新冠的国内祝国 健康赛呼 Happy Easter everybody I hope you all learnt something new today But most importantly, I hope you all have fun Happy Easter Well we did everything we couldn't control the weather Easter reminds us of the power of hope In Renewal Sacrifice And Resurrection 主要是愛和愛 對其他人的 復活節當然少不了 象徵新生命的彩蛋 自1878年起 白宮南草坪上的滾彩蛋比賽 已成為最富盛名的活動之一 今年美國第一夫人 吉兒拜登親自主持這項活動 小朋友手持長餅 賣力滾動一顆又一顆鮮豔的雞蛋 營造歡樂的節日氛圍 在活動中 總統拜登還彎下腰安撫哭泣的小女孩 與民眾零距離互動 展現親民的一面 當然是看到總統出席 我女兒非常興奮 孩子們很興奮 有些什麼不同的 有些什麼興奮和充滿的 在祝福 我是一個聖書人 所以是很巨大 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為了聖書人 我常常去教室 去祝福聖節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很重要 美國彈農協會 一尋廣例捐彈贊助活動 今年捐贈6萬4千顆彈 其中4萬顆用於滾彩彈活動 其餘用於裝飾等用途 此外現場還有以科學 技術工程和數學為重點的活動 讓親子們共同參與歡慶復活節 中央設計的石秀圈 中佑珍華盛頓報導 南韓物價飙升 弱勢或獨居老人的生活 更具挑戰 南韓全羅北道 有一家天使廚房 由志工捐款贊助 免費提供餐點 給老人家享用 幫助長者也提供就業機會 一大清早 老人家就開始排排坐 為什麼呢 原來是南韓全羅北道 金蹄市有家廚房 提供長者免費用餐 距離用餐時間還有半小時 餐廳裡面已經坐無虛席 南韓物價飙漲 對許多弱勢老人來說 日子更辛苦 天使廚房當天 共準備了400份熱湯 全市透過志工捐款 並非官方資助 志工們笑著說 看到老人家享受美食 他們也很高興 我們也看到 老人家吃飯 心開心 謝謝 新開幕的天使廚房 除了為老人家提供免費餐點 也期盼創造就業機會 振興當地經濟 莊社綜合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 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